如果以我這所有的劇本裡面 挑一部來拍3D動畫 我會拍哪一部 我的想法是 我剛剛自己稍微回顧看了一下 我覺得有兩部可以挑做3D動畫 第一部是萬事王的口試 第二部是章魚的演舞這件件 為什麼? 其他的像這個戀人之類的這種 不是很適合拍3D動畫 那因為有一些內心戲 你用3D動畫要怎麼表示很困難 那可是萬事王的口試這一篇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把它後來剛剛才轉進到這裡 萬事王的口試 這個在這裡 我本來是寫成FB的網址 你稍微看一下 因為反而這種科幻的 玄幻的 這種東西 其實拍成動畫效果未來 但是呢 反而像這種短篇的 像這個助理 這個難拍 這個根本就是日常生活的故事 這怎麼拍 什麼叫3D動畫真的很難 但是呢 我99下角以剛剛那個章魚圓圓圓的額外 這個可以拍 這裡面就是一隻章魚 那一隻漱 dumb 無賊 當然你是不是一定要拍海景水里 可以,要也可以不要 你可以用那种示意的方式 不一定要拟针的方式 拟针当然是不错 但是其实有时候Q版 反而会有一些好的效果 所以如果是这一部的话 我觉得剧情也不复杂 然后东西也没有很多 而且以卡曼式的形式来拍的话 我觉得做3D动画是还OK的 万磁王这部份其实很短 所以像这两部我觉得 像万磁王这部其实可以拍成 大概5分钟的动画就够了 5分钟 那甚至不用5分钟 2分钟或许也就拍完 那张鱼园园、乌仔间间就比较长一点 它剧情也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它可能得拍上5到10分钟的动画 所以当你在设计动画片的时候 要注意你的剧本 那如果你今天剧本没有好 你就冒然去拍片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这样会拍不出好东西 那其实我还有一篇 其实是我所有剧本里面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天过来的操作 那后来写也写了四版 四个连续 那你可以看看 其实这部也可以拍成动画 但是以我的技术水准 我根本就拍不出来 所以如果技术水准好的 其实是可以把这一部拍成动画 有兴趣的话 我蛮建议各位看一下这一篇 那我们今天的课大概就到此 所以你要做期末作业的时候 可能要先想一想 你到底故事是怎样的 等你有了故事之后 请你要做一件事 很敬表 因为动画不是只有故事就好 动画像我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衍生出一堆的 你想象中的画面 那你想象中的那些画面是什么 你非得把它稍微画个示意图 那大家才有办法继续玩 开始建模 开始做什么 场景之类的 你一定可以要把那些东西先画个示意图 不管你画得多简略 画得多简单 你都得要 那这是动画跟故事之间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各位可以参考